最近军事圈里的瓜着实有点多 无论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导致美国在波兰部署FR2 还是美议员佩洛西窜台事件都让火力军吃了个饱 那要是美国被迫入场 美军现在的新概念作战方式在其中又会有多大作用呢 具体都实施了哪些措施 这里的新概念指的是分布式杀伤 是由2014年美海军根据滨海战斗舰编队 对海上陆上目标打击的兵棋推演结果提出的 其核心理念就是让美海军换一套作战体系 简单的讲就是从航母集合一群小弟一起去打群甲 变成分散的小弟们从不同地方打击敌人 原先是以航母老大为主 现在是以每艘水面舰艇为主 从而快速争夺大范围的制海权 这套体系的好处 首先因为增强了每艘舰艇的攻击能力 所以这套体系不仅提高了对内陆目标的打击能力 同时还提高了自身的生存概率 其次虽然这套体系导致兵力分散 但是依赖着美军先进的技术优势 依旧能做到火力集中 从四面八方对敌人实施高效的打击和摧毁 并且还不容易被集中摧毁 最后这套新体系让原先密集的航母战斗群 转变成分散的水面行动群 从而使作为指挥部航母的踪迹变得更加隐蔽 战场胜率会更高 去年2021年那场横跨17个时区 号称40年来规模最大的美海军大规模演习2021 就是在测试分布式海上作战 和分布式杀伤作战新概念战术 这新概念作战的分布式杀伤战术 在理论上能引起战场局势的变化 能对敌人形成巨大的心理影响 从而强化美海军自由航行的威慑力 比如在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中 如果不能及时发现美海军的水面作战编队 那么自己地区的海基陆基和沿岸的各类目标 都将笼罩在航母航空兵强大打击能力的威慑之下 而新概念的分散式部署部队 一方面给敌人制造了瞄准难题 另一方面也给敌人释放了更多威慑信号 比如一些国家引以为豪的反舰导弹将失去意义 击中的可能只是一艘小艇 而且敌军在电磁频谱空间的主动权 也将面临巨大的威胁 这都对美海军设置敌军的作战行动有很大的帮助 分布式杀伤就像阿里的蝴蝶布 让拥有力量的美海军拥有了更强的技巧 或许在未来他也能和星链一样 一个包裹地球掌握太空权 一个包裹海洋掌控制海权 只不过分布式杀伤战术本身依旧需要面临不少困难 在精确打击的作战时代里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 分布式杀伤实现作战效果的基础 是全维度态势感知 目标获取和定位 因此美海军想要真正推进分布式杀伤 就需要更加庞大的情报获取系统 其次后勤保障也是分布式杀伤作战面临的挑战之一 在海上不管你将舰船部署在哪里 所有舰船都需加油和补给 舰船的行动空间越大 就意味着船没油烧 船员没饭吃的概率更大 后勤补给越困难 之前美海军的全球后勤网络 针对的是以航母为中心的传统舰队 现在想把它直接应用在分布式杀伤体系上 还是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 美军第一第二岛链军事基地的生存度在降低 持续提供后勤支援的能力也在削弱 尽管这些年 美国海军重点推进海基能力的发展与建设 但反舰作战能力提升过程的物资和弹药保障 仍然会给后勤提出更高的要求 因此美海军的全球后勤网络 还要进一步扩大覆盖的海域 最后对美艘舰船的指挥控制 与后勤保障一样 充满了困难 这也是作战空间扩大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目前美航母战斗群的指挥控制模式 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而新的兵力部署模式 必须要有新的指挥控制体系 与其相适应才行 新概念水面舰船的反舰作战能力 在加强之后 如何在既有功能和新功能之间协调分配任务 如何更密切的配合作战 都需要更有力的指挥控制流程与体系才可以 所以美海军想要更好的支持分布式杀伤行动 仍需要更先进的技术和实践 可能有人觉得 美海军原先的作战体系不是挺好的吗 不理解为什么要更换 为此 火力军在这里梳理了几点 还望大家辅证 首先是美国的潜在敌人越来越强了 比如伊斯兰等恐怖组织 美海军在世界自由航行的阻力越来越大 其对全球海洋的天然制海权 特别是重点的海上咽喉的控制权正在逐渐削弱 因此美海军不得不求变 其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美海军兵力结构一直都是以航母为核心 即便是当下的美海军 无论是对水面舰船 潜艇实施攻击 还是对岸上的目标实施精准打击 主要力量都来自舰载机和其他各种类的制导导弹 美国航母战斗群主要包括对地对海打击的航空母舰 负责防空反导反潜的水面舰艇 以及水下的攻击核潜艇 这样的配置也让其形成了大纵深 多层次火力集中的强大攻防体系 尽管在冷战期间 经常受到苏联导弹饱和式的攻击 但美国航母依旧将海上优势和制海权 牢牢的控制在手中 特别是美苏冷战结束后 美国一下没了对手 尼米兹级航母战斗群更是不满足于海上目标 其航母舰载机对地面目标的火力打击能力变得更加的突出 只不过进入21世纪后 各国军事力量都得到了快速发展 美国的这种作战体系已经快要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 你想 由于各国反舰导弹发展 航母这种高价值的水面舰艇被打击覆盖的概率正在缓步提升 一艘美海军航母搭载的战斗机预警机直升机等机型约有80架 必要时还可以超过100架 具备完整的远程搜索警戒和打击能力 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执行战斗巡逻任务 可以投送的火力甚至超过了世界中等空军强国的规模 正是因为其巨大的价值 航母一旦严重受损丧失战斗能力或者被击沉 哪怕是一艘都会对美海军的战斗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而对于水面舰艇来说 原先主力水面舰艇的反舰能力不足 美海军航母战斗群的水面主力舰队 一般会由2到3艘导弹巡洋舰或驱逐舰 1到2艘攻击型核潜艇和1到2艘后勤支援舰组成 这些舰艇都是航母的保镖 任务主要以防空和反潜为主 对地和对海的攻击能力相对较弱 像美海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Flight 2A型驱逐舰 垂直发射系统可用的发射管达到96管 但大部分是标准2防空导弹和VLA反潜火箭 及少量的战斧巡航导弹 反舰导弹数量少 且装备的还是上世纪的鱼叉反舰导弹 基本上单舰的制海作战能力是不足的 所以美海军才提出了分布式杀伤作战新概念 以求提高单舰的制海作战能力 况且在冷战结束之后 美海军在网络化信息化的道路上迅猛的发展 更是引领着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潮流 电子战 其中美海军的发展是以网络中心战概念为基础 在网络信息化道路上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海上远距离上的指挥控制 情报传输 打击引导和协调作战成为可能 为分布式杀伤的兵力分散 获利集中 奠定了一定的技术条件 从1998年开始 美海军就正式发布了网络中心作战的概念 目的是希望利用网络 让所有作战力量实现信息共享 实时掌握战场动态 缩短决策的事件 以求提高打击速度和精度 经过多年的发展 美海军已经将所有作战平台 都融入信息化作战网络 其全球网络 战区网络和部队局域网 都已经实现了体系化 其中最突出的两个成果 分别为协同作战能力系统 和海上一体化防空火控系统 前者是美海军在冷战期间 为防御敌人远程巡航导弹 而专门搞的系统 在经过反复实战测试后 如今已经形成作战能力 部署到了所有航母和大部分装备 宙斯盾系统的舰艇上 基本解决了防空反导问题 在协同作战能力系统服役之前 美国一艘舰船 如果使用导弹对空目标进行打击 它必须依靠自身的雷达对其进行锁定 而现在的军舰 则可以依靠其他的传感器 来进行火力射击 做到充分利用其他舰艇的信息的优势 这套系统相当于 将物理分散的舰船 当成一个系统来运行 让美海军军舰的导弹能打得更远 舰队的防御性能又提高了一个等级 而后者则是美海军 为了实现远程交战 和超地平线防空拦截能力 在协同作战能力系统 一二滴预警机 宙斯盾系统和标准二导弹等 现役和载延阶段技术与装备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分布式 网络化编队防空作战体系 可对舰载雷达视距外的空中目标 实施远程拦截 这套体系概念是1996年提出 美国海军从2002年起把该体系 物化为采办项目并开始实施 目标是实现部署可行且稳健的 一体化火控体系 到了2015年 该体系首次在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上 实施作战部署 完美解决了美海军作战的超视距拦截问题 它代表了海军防空反导装备的发展方向 随着美海军舰艇改装和造舰计划的推进 海上一体化防空火控系统的装备正在逐步扩大 同时体系自身也在持续改进和升级 能力和功能肯定将得到了进一步扩展 与分布式杀伤同期的 还有多预战的作战概念 这一作战概念也是针对空海一体战体系 存在的漏洞提出的 在与其配合后 美海军的作战水平仿佛打通了人都二脉 形成了海上网络中心站的最新形式 同时这也代表了未来海上体系作战的发展方向 另外多预战和分布式杀伤相互补充配合 还是美陆军空军陆战队等多军种联合作战的基础 至于分布式杀伤概念 具体的实施措施 就是针对上述原因改进的 首先就是对美海军军舰进行智能升级 像之前海湾战争几天的数据量 就超过整个欧洲百年间的信息交换 那么未来战场的复杂态势必然会带来更高量级的数据 到时候用人去指挥是很难做出正确判断的 因此需要对军舰升级 并且能实现状态监测 控制自动化 决策智能化等功能 比如可以为军舰配备更多的传感器 增强舰艇本身的感知能力 或是引入人工智能技术 像贾威斯一样辅助决策者进行决策 而在反舰能力方面 对于宙斯盾战舰来讲 就是提升其远程反舰作战能力 美海军现役安装有宙斯盾系统的战舰 包括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和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在航母战斗群的定位 都是以防空反潜为主 对宝赫式打击是有需求的 他们装有的MK4-1垂直放射系统 防空主要用的是标准二星导弹 和阿斯洛克反潜火箭飞弹 而在反舰方面则只有两组四连装 八枚鱼叉反舰导弹 这款反舰导弹在1979年就装备部队使用 同时也是美国海空军现役 最主要的反舰武器 尽管已经多次升级换代 但对于未来海战已经显得不够用 因此美海军正在研究新型反舰导弹 以满足战舰对反舰任务的需求 同时对反舰能力不足的战舰也会选择增配反舰导弹 比如为数量众多的小吨位作战舰船 辅助舰船或两栖舰船 加装快速改装反舰导弹 可以让其具备分布式杀伤的能力 从而能够承担中远程打击任务 只不过让辅助舰船变成具有攻击性的军舰 总感觉会影响其原本的辅助性能 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会多一些 如果真的加配反舰导弹 那选择种类倒是挺多的 鱼叉、海军打击飞弹、战斧、地狱火、格里芬等等 虽然鱼叉是现役美海军的主力装备 但是海军打击飞弹一点也不差 是目前鱼叉导弹改进型最有力的竞争者 挪威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功研究出了企鹅反舰导弹 成为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世界上最成功装备国家最多的反舰导弹 20世纪90年代开始 挪威又开展了新型反舰导弹项目 并成功研发出了如今的海军打击飞弹 具有射程超远、战斗部多样化、可发射后不管、智能化巡地等特点 获得美国海军的青睐 而当前拜登政府的行事方式也不同于之前政府的单打独斗 因此在未来的常规战、太空战加网络战中 美军对这种新概念的分布式海上作战和分布式杀伤作战也有自己的谋划 像火力军刚才提到的大规模军演2021 为的就是探索在印太背景下的新作战方式和战术 其次为了配合这种进攻性作战 除了水面舰艇配备反舰导弹外 像标准6的防空导弹估计也会改进成反舰导弹 以求强大的进攻能力 最后就是持续加强美军与盟友的军事一体化程度 验证在多域作战背景下分布式海上作战和分布式杀伤概念 最后分布式杀伤超高的自由度给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变数 尤其是在一些局域作战中 本来或许只是对峙然后各自安好的擦肩而过 但是一起用分布式杀伤 战争烈度很可能就会由低变成中或者更高 因为分布式杀伤整合了海陆空电磁网络等 所有空间领域的作战力量 牵一发而动全身 像在联合网络的支撑下 如果一艘军舰受到攻击 那么连队指挥中心在受到支援信号后 就可以调动其他单位 如其融合能力较强的五代机 或是改进升级后的水面舰艇等 集中火力对敌人实施有效打击 总的来说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 增强了美海军水面舰艇的进攻能力 通过拆分原大型水面舰艇作战群 构建广域分散 由一到三艘舰船组成的水面猎杀小组 从而增大敌方的侦察和防御难度 提升自身舰艇的生存力杀伤力 同时借助美军在网络信息方面的技术优势 通过虽兵力分散 但火力仍然集中的对敌高效打击和摧毁方式 以解除反进入区域拒止威胁 确保美国在海上的优势 其具体部署构想是 通过提升水面舰艇的反舰打击能力 物理上分散部署增大对方整个杀伤链 特别是前端探测 侦察 监视 指控系统的难度 甚至无法实施饱和攻击 在心理上给对方制造压力 压垮对方的作战信心 动摇指挥员作战决心和意志 甚至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以此确保自己在海洋控制权 投送力量方面的优势 他也将与智能作战系统的融合 突破单一军种的作战概念范畴 逐渐成为美海军作战概念的新宠 以适应打赢21世纪高端战争的需求 好了 你对美军的分布式杀伤作战概念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喜欢热武器的朋友请点点关注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